台北市的北投除了是觀光客喜歡造訪的溫泉勝利區外 其實近年也晉升成為房市的熱點 我們觀察這近一年的交易狀況 其實五年內的新屋在北投這邊交易量就高達了470筆 在整個台北市的行政區裡面是排名第二 你可以看到像是我們現在鎖在這個奇岩重劃區 我周圍都是新的建案 從103年建商紛紛進駐以來 目前將近20個左右建案已經高隆林立自成一區 那像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間的話是我們的主臥室 它旁邊有一個小一點的小的陽台 那其實我們現在這樣直直的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捷運在行走 64坪大三房配備三套衛浴鎖定在地的幻屋組 不同於市區主攻小坪數 50到60坪反而是這區受歡迎的主流格局 在這個地方的一個人口結構相對他們是走比較傳統的一個家庭 可能就是三代同堂 或者是就是一般的一個家庭成員 那有兩個小朋友這樣子 主要的一個需求大約都是中大坪數的一個產品 根據實價資料北投新屋平均單價約59.8萬 比台北市平均79.2萬低了不少 較清明的房價也推升了區域的交易量 除了北投之外近一年交易量較多的 還有內湖區的499比以及中山區的406比 相較之下它的樹地比較多 可以蓋房子的土地比較多 所以呢其實長期以來它都會有比較大量的新屋的交易 它的確有可能會拉抬整個區域的平均價格 不過整體來看 近一年台北市新屋交易約3131比 30年以上的老屋交易量是高達了8294比 老屋仍然是房地產的交易主地 平均單價落在51.5萬 那如果想要撿便宜 包含萬華以及北投區的老屋 都有平均三字頭的清明房價 可能是南萬華或是北投可能接近關渡一帶 甚至是像是中山區可能有所謂的民生商圈 如果今天民眾是先求有再求好 這當然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以台北市的平均房價來說大概都是六字頭 外界同樣關心的是近幾年相對沉寂的豪傑市場 是否有回溫的跡象呢 像現在在我旁邊的這個新居區的指標豪傑逃出影源 在今年的下半年就傳出有守護的買賣移轉登記 是用微晶集團的相關企業成藥所買下 外界推估總價大概是落在18億到22億元左右 換算下來每瓶單價超過了600萬大關 豪傑市場似乎動了起來 以住戶周協倫聞名的和平大院 今年就有8筆交易 最高單價落在35樓每瓶204萬元 而原來是聯合豹大樓改建的聯合大魚 高樓層也出現214萬元的實價記錄 而鄰近大安森林公園的信義聯勤 17樓更標出單瓶256萬的價格 台雙回流加上邁入第四季的傳統公務旺季 房市緩步回溫 央行也統計10月的建築貸款餘額達到2.3兆 年增12%創下2011年來的最大增幅 建商信心大爆發 就看後續能不能進一步反應在賣氣上頭 TVB的新聞 陳建民李鼎立台北報導